再一个工作就是修剪 修剪 国术管理 我给大家总结了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就可以了 就是凉水两肥 三五变药 冬季整形 不如夏季修剪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现在比如说该去的条件 你不去掉 那么从现在到冬季 还有半年的时间 那么这半年 它是不是白吃白喝 它就是消耗浪费 那么你都不如 现在提前把它去掉 提前去掉 在这里面夏季修剪 分两方面 大家记住吗 说起什么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 这个洛川 宣传比较好 世界苹果看中国 中国苹果看陕西 陕西苹果看洛川 洛川苹果看哪里 咱看傅老师这 所以这个 这个夏季管理 在这洛川苹果的 这个修剪 记住吗 说起实话 它在国内来讲 在那区域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可以说是 排在前面的 水平比较高 但是它只会剪 不会修 修剪 那要一定重要 这是两方面 修是修正 把果子上的书头 修到正确的位置 让它连续的 多挂锅 挂好果 这是修 剪是书头 把多余的 不在位置上的汁 多吃多蘸的 那胡帽乱窜的 这个得去掉 剪是解决通风透光问题 修是平衡营养生长和生质生长的问题 也说白话 就是来让调子结果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也分解 修和剪是 修剪是一个词 两个字 两个字 两层意思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一会儿到地上 给大家说 怎么修 怎么剪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